慈濟人用生命走入生命 今年大年初三 云林明宅气暴 当时屋主夫妇一死一伤重 女儿急奔回家 情绪溃提不知如何善后 彷徨无助时 慈濟人出现了 我们一群师兄师姐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鼻子 脸颊旁边都是黑的 所以当下觉得师兄师姐真的是很不简单 每个月走入监狱关怀 御佛 吉祥月 岁末祝福 借由一次一次陪伴 给予曾经犯错的人面对未来的勇气 可以带动我们的守行佛山 我们好好地在里面忏悔思过 用伐水来洗滴他们的无名 重新勇敢地站起来 这些都是慈濟人的如常 不计代价 不求回报 去年一年当中 慈濟志工就投入一千八百多万人次 全球各地接连发生天灾 政言上人提醒大家 气候变迁 人人有责 我们人呢 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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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很健康 无所谓的很健康 无所谓的人都不需要爱笑地球 都一直为了消费 就是要压修啦 不断去破坏它 这对佛法叫做众生状态 造府结好园 一善化千灾 汇聚人人善念 就能重灾轻受 大爱新闻 李亚平 郭记忠 云林报导 这对佛法叫做众生状态 这对佛法叫做众生状态